哈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嘉明想分享我最近買的東西囉 我最近有去逛街 而且我剛好前幾天在香港 所以就去補貨一下 因為有些面膜啊 或是一些東西我缺貨了 我們用完了 所以我現在去補貨 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OK 我們從化妝品跟保養品開始好了 因為 美國當然有一個家庭 叫Kardashian Jenner 他們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就是最小的女兒 她現在有出一款一系列的 我覺得像唇蜜 可是有些是有亮度 有些是沒有亮度 然後非常非常有名 她一旦補貨的時候 因為她是網路上賣購物 她一旦補貨的時候 一下就會缺貨 就是因為太多人想要買了 所以我剛好有一天她補貨的時候 她好像沒有宣布給她的那些粉絲獎 所以我就突然 就好像命中助理人感覺 因為我就突然上她的網站 然後全部都有 所以我就訂了兩個 然後終於到了 So 這就是兩個東西 他們叫Kylie Lip Kits 然後她跟來就是唇蜜跟一個唇筆 她的最有名的就是 她沒有亮度的這款式 然後還有好幾個顏色 我選了這兩個顏色 一個是Coco K 就是這個粉紅色顏色 就是我今天擦了顏色 然後第二個顏色 我選的是Exposed 她就比較深一點的 然後讓大家給你看好了 所以打開來的時候 我覺得她包裝就是 我覺得很精緻的一個包裝 很好看 然後她跟來就是一支唇筆 然後再來是她的唇筆 然後我覺得包裝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而且我覺得還蠻 就是我覺得還蠻特別 It's just really cute 而且像我今天擦了這個 我覺得她應該是有重新 重新做她的Formula 因為當初他們說 她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唇蜜非常非常乾 讓你嘴唇看起來好像 真的像 葡萄乾一樣 一下就會乾掉 所以她應該是有重新Formula 然後第二個顏色我買的是 Exposed 然後顏色就是比較深一點的 咖啡色 我覺得比較像肉色 所以就是我非常喜歡的那種顏色 然後早上就像這樣子 But yeah It's just I really like it 目前我這兩個都有用過 然後我妹妹好像就是聖誕節 還是我生日幫我買一個 可是現在目前還在西雅圖 所以我這次回去的時候 應該會去跟她搖 因為那個顏色也是我蠻喜歡的顏色 So yeah This is just something I bought OK 接下來就像我說啦 我就是回香港 我通常都是會去捕獲 因為很多面膜 或是洗髮精 或是連沐浴乳 都是在香港買 因為我比較喜歡用亞洲的 像什麼Biori的那個沐浴乳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一次 我純粹就是去補一些那個面膜 就像我說了 我最近變得非常非常黑 因為我一直去曬太陽 而且我覺得 我不刻意去曬太陽 我還是會變黑 因為德州真的太陽太強了 太大了 很可怕 So 我就去沙沙 然後一些 還有像什麼color mix 我就去買一些面膜 然後當然都是Dr.Jart的 I have a problem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們家的面膜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 真的就是 It's just so good It's so good So 話不多說 首先第一個我買的就是 這個囉 這個就是已經上次介紹過了 這就是Dr.Jart的 Return to Sweet Sixteen 所以它就是幫助你回到你16歲那一年的皮膚 所以幫助你一些我覺得小紋路啊 還有我覺得比較不緊緻的那種感覺 然後還有乾燥的 So 這個我上次就買過 然後我非常喜歡 而且我講過很多很多次 可是我就發現到我好像只剩兩個 然後我說不行不行 我就有那種恐懼 沒有的話怎麼辦 所以我這次回去香港的時候就買了這一盒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第二個買的是 我還沒試過的 它是Soothing Hydra Solution 也是他們家的 然後這個就是保濕的 然後因為我經常上飛機啊 不管是上班 或是只要回家 或是去玩 我通常都在飛機上面 所以我就很怕我的皮膚會變乾 然後就會非常的容易長那個 就是有那些 fine wrinkles之類的 So Anyways 我就買了這個 這個我真的還沒用過 But 我只要覺得保濕的 我通常都會蠻喜歡 因為我真的就是很喜歡保濕 我喜歡我的臉 感覺就是水分很足夠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樣臉比較不會出油 So Yeah I'm excited to try this one 最後一個面膜買的是 他們家最新的美白的 然後我知道我喜歡用他們的Brightening Solution 我也講過很多很多次 可是這次他們就出了這個V7的Toning Mask 然後是在莎莎那個店員介紹給我說 是他們家最新的美白的 然後我覺得Toning也是幫助 我覺得皮膚不均勻的 膚色不均勻的問題 然後也是美白 So 而且會讓你的臉會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所以不會有那種暗沉的問題 So 這個我也沒有用過 So 我很期待試試看這個 So OK 接下來是衣服 So 我覺得夏天到了 我就很喜歡買新的衣服 因為我真的不是很 很多 我不是一個很多 有很多 夏天衣服的人 因為 從西雅圖來真的 不可能會買太多 因為 西雅圖夏天頂多兩個禮拜 所以我不可能買那麼多 然後 然後來德州的時候 我發現到我的衣服 都是什麼毛型衣啊 或是長袖 所以我這次去香港的時候 就買了一些東西 首先第一件是這一件 這個是 也算滿 算長裙 可是它就是無袖的 然後它的材質 有一點像毛型衣 可是比較薄一點的毛型衣 然後它顏色是那種 我是酒紅色 然後這件我是在那個Card Not買的 然後剛好打折 因為可能因為材質的關係 它雖然是薄一點的毛型衣 可是 它還是有一點厚度 所以我覺得 就是因為在換季節 它們家打折 所以我當初買了 好像50塊港幣 所以非常非常便宜 然後雖然Card Not 美國也有 可是 我沒想到Card Not的衣服 是這麼好看 而且 在美國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會逛那家店 因為我覺得 我經過我都覺得 應該不會有我喜歡的東西 可是沒想到 這次去香港就發到很多 他們家還蠻多很好看的東西 而且 而且很適合我覺得現在在流行的東西 所以 這就是其中一件 然後 它的長度是有點到你的小腿的中間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很流行那種叫 Medi-Skirts 然後 我覺得搭配像 我覺得很休閒的話 你可以搭配球鞋 就很casual 可是你又可以搭配像高跟鞋 如果你晚上要出去吃晚餐的話 也可以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我喜歡這種洋裝 就是因為 像我出國啊 上班的話 我覺得直接把它丟在行李箱 我覺得我就不用擔心要搭配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很百搭的一件衣服 所以 那 這件就是其中一件 第二件在Conart買的也是這個 這就比較我覺得夏天的感覺了 它就是 上 Kimono的感覺 然後它就是 淡藍色 然後很可愛 又是很夏天的感覺 它就是薄薄的 所以你可以穿像 我覺得背心在裡面 然後或是T-Shirt 然後你只要把這個披在你這邊 就是披在你肩膀上 然後可能就會很好看 然後就會 我覺得很波西米亞風 當然嘉琳就是很喜歡波西米亞風 最近 所以 它不但波西米亞風 又我覺得很適合夏天的感覺 所以 它就是很可愛 然後這也是打折的 這個好像也是50塊 所以我覺得 就是50塊 不買好像太對不起自己了 尤其這麼可愛 又是我覺得 我覺得 在德州真的是可以 365天都可以穿到的 因為真的太熱了 這 所以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去游泳池啊 你可以把這個披在你的泳衣外面 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我覺得還蠻方便的一件衣服 接下來買的是這一件囉 所以 像上個影片我介紹的 不是我現在就是很迷上露肩啊 或是像這種 就是像肩帶 然後又有袖子這種衣服 然後這一件我是去 香港The One路上 看到有一家店 他們專門就是賣 我覺得還蠻多 波西米亞風的感覺的衣服 然後剛好我看那個sign 都是什麼 100塊港幣啊 150塊港幣 趕快進去看 就有點像夜市 可是是白天有的店 然後它是真的有店面的 然後進去 我就看到這一件 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愛 不但它現在是我非常喜歡的 淡藍色淺藍色 像這件衣服一樣 可是它又是 我覺得很夏天的感覺 所以很適合 像你可以穿牛仔褲啊 或者是你可以穿吊帶褲 我覺得就很可愛 所以就很適合夏天的感覺 然後它顏色又是很light 我覺得會讓感覺有點像 又是回到童年的感覺 因為它顏色就是 我覺得很可愛啊 就很像小女生的感覺 So yeah, I really like it 接下來的一件衣服 就是也是同樣的款式囉 佳麟真的現在非常喜歡這種 露肩可是又有袖子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就是我覺得 帶點小小性感 可是又小女人的感覺 然後這件就是有一點像 blush 淺粉紅色的顏色 然後所以它就是 當然也是非常適合夏天 然後上面又是蕾絲邊 就非常的小女人的感覺 又很可愛 然後它的長度比較長 所以我覺得真的比較適合搭配牛仔褲 像那種氣氛褲 然後再搭配平底鞋 像那種converse白色的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可愛 然後就很適合很多地方穿啊 像你可以去跟朋友喝下午茶 或者是去吃中餐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或是去逛街 So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很棒 就是雖然我覺得 如果曬太陽真的那個天藍會非常的奇怪 因為你會這邊有一個天丸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天丸 可是它就是像說 因為我是蠻怕冷的一個人 我怕冷又怕熱 可是像你去香港 或是去很多地方 他們通常都是外面很熱 可是裡面冷氣開非常非常強 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還蠻好玩的 因為它雖然是露肩 可是又有袖子 所以你不會感覺到那麼冷的感覺 So Yeah This one's really cute 然後最近也是在同一家店買的 跟藍色那間同一家店買的 OK 最後一件買的衣服是這個 這個我覺得比較適合冬天穿 然後或者是Fall 就是春天 春天 春夏秋冬 秋天 秋天穿的 因為它就是非常薄的那個夾克 然後我會喜歡這個 它就是Nike的 然後我會喜歡這個 就是因為它我覺得很簡單 我就是求簡單 因為像經常我出去我不想要打扮 我只想要可能去便利商店買個東西 然後是去 去Grocery Store買菜 所以我不想要打扮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就非常非常方便 你只要穿像那種運動內衣在裡面 然後再穿這個就好 因為它又是很薄 所以我覺得 不會讓你感覺到太熱 所以雖然它是夾克 可是你還是可以 我覺得很多季節都可以穿到 But Mura 這個是在Nordstrom買的 然後那時候 就看到那個店員也在穿 然後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打扮 因為它太可愛了 然後它有更來很多顏色 可是我覺得這個顏色 最適合我 而且我最會傳導的 So I love it But yeah So這就是佳麟最近買的東西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 之後有一些東西我還沒試過的話 我會再update你們 跟你們說到底好不好用 So Anyways 今天就這樣子咯 So下次見咯 Bye Bye